纯色,无杂无裂的材料,设计一款人物题材,你会做什么? 那么做一尊地藏王菩萨效果如何呢? 开始设计,首先框出牌子的外形,然后画出地藏王菩萨的主体。 左边手持的法杖可以超出牌型的边缘,会给人以立体的效果。 下方再设计出菩萨的坐骑、地厅。 一件地藏王菩萨的设计完成以后,就直接开始动手开工了。 地藏菩萨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,相传其手法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。 据《宋高尊传》卷二师的文献记载,地藏菩萨降弹为新卧国王族,迅经名调诀。 出家后,与中国唐玄宗师来华,居九华山数十年后,远记肉身不坏,以全身入塔。 菩萨做好了,让我们好好欣赏一下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